大家好,今天来到了位于深圳平山区的东江纵队纪念馆 该馆是在2000年就对外开放了 中间也经过了几次修复 东江纵队纪念馆总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展厅建筑面积达到了1500平方米 集中展示了东江纵队光辉历程和重大贡献 这里是东江纵队的起源地 同时也是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家乡 曾生故居始建于清朝24年 坐东朝西有三扇大门共出路 四脚各有小楼一座 1910年12月曾生就出生在这里 故居内现陈列有曾生出生时的床布 以及撑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品 曾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领导人 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曾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 被选为广州市抗日学生联合会主席 1936年10月入党 后任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部长 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对推动香港、澳门和广东东江地区的 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1938年10月根据上头的指示 曾生由香港回到惠阳 领导组建了汇报人民抗日游击队 率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1月指挥所就取得了百花洞战斗的胜利 击毙日军常来大队50余人 当时的广州日军首脑哀叹 巴格亚路 这是进攻华南依赖最丢恋的一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曾参加组织护送彻底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 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至后方安全区 抗日战争中 他为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 发展壮大华南抗日武装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曾生曾担任广东地区多个领导人的重要职位 并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